宁妙威从宫主府回来的时候 忍不住想了想 她和玉锦修之间的关系 心中生出了几分烦躁 她发现 她和玉锦修之间的关系 好像有些复杂了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飞黑即白地处理了 她的手轻轻按了按眉心 还是尽快和她合理 牵扯得越多 只能让她陷入 另一轮的烦恼之中 她回到王府的时候 发现玉锦修坐在那里喝茶 宁温叔也在 正在紧张地看着玉锦修 宁妙威看到他们这副样子 才想起来 今天又是宁温叔的询驾 也是之前 玉锦修让她背书的日子 宁温叔一见她过来 便朝她看了过来 她以为宁温叔背不会书 想向她求救 她觉得宁温叔 既然和宁志远打了赌 那么就不能让她半途而废 你要是背不会的话 就认真去呗 今天还有几个时辰呢 宁温叔却扁了一下嘴 姐 你也太看不住我了 不就是一本书吗 我已经背会了 宁妙威有些意外 她下意识地朝玉锦修看去 宁温叔轻轻吹了一下 茶上的浮沫 语气平淡 也不能算是完全背会 第三页第五行多了一个字 第十页第九行听了一个字 且对于文章内容的理解 留于表面 并没有懂得文章的真意 她的话里满是嫌弃的味道 宁妙威却是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宁温叔之前 可是拿着书一看 不是睡觉就是屁股痛 根本就坐不住 可是她这一次 只花了十天的功夫 竟就背下了一整本书 她忙将手里的药箱放下 然后看着宁温叔 你背一遍给我听听 宁温叔见她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轻哼了一声 立即重背了一遍 宁妙威拿着那本书对着看 基本上全对 她忍不住 难不成 你还真是个学问的奇才 她知道这个年代的科考 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写各种文章 还喜欢引经据典 所以记忆力好 在科考中占有很大优势 宁温叔自己也很意外 因为她从来就没有认真念过书 她有些傲娇的道 真不好意思 我原本打算席绝 然后混吃等死的 现在才发现 我原来是可以靠才华活着的 宁妙威看着她那嘚瑟的样子 伸手轻弹了一下她的眉心 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宁妙威心里开心 可却是板着脸训她 你之前太不成气 以后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 现在既然知道自己是有读书的本事 那就陈蔡新来好好念书 争取今年先拿到秀才的功名 我认为她的时间